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要走台北大洞走第二段 走吧 哦 兄弟 这下我们要走大屯山联峰步道 非常的绵延 高 大屯山联峰步道 第一个拓映出走 这边是海拔985公尺 展望超棒棒 我们现在在西峰的位置 离我们要把主峰还很远在那边 从西峰的位置看主峰是一个横岭 那等下我们到安坡那边回头看的时候 就会是一个尖峰状态 还非常远 接下来从西峰往南峰的路上 你们看啦 简直溜滑梯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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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攀岩 厌室 留下我海 登上 到 全心万苦 大屯山来风 海拔959公尺 第二个拖映处中 云海在那里 云海啊 这儿 那我们也要海市圣楼 云海 冠英山 跟你们说我一秒到欧洲了 你看 超像明信片 瑞士 海统 OK,我都在TT上說寫了 動畫片裡面不是有填過的TT嗎? 現實生活就大概就是這樣子吧 不是敏也不住,敏也不住 然後往天上邁進 非常的美啊 怎麼那麼說寫 好,我到大屯山觀景台了耶 你看我們剛剛走的南風 第一個放送起來是南風 最遠的,比較高的是西風 可以走安波啊 你這樣回去等於說遠足回去 海拔17076 第三個拓印柱 好,我們現在到大屯山的駐航台 那這邊呢,它就是幫助 網紅航機或是飛行系導航 在一個聯達站 很大 很大很大 大屯連峰步道完成了 我們來到安波堤車場 接著右轉我們去水尾巴拉卡步道 走 這邊有一個四岔路哦 往後是七星山 讓我們要請柱子路的方向 往右下巴 翻身 接下來我們要進到五指無路 五指無路的鎖水 我們要去我們期待的部分海域 頂湖海域不到 這裡有一個空洞 到底知道 海域到 海域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现在在小游坑 到第二端的终点 这段非常的辛苦 虽然是众走林面比较有难度的 就是攀升啊 泥泞啊 然后石阶 永无止境啊 全部都来 铁地消耗也相当的大 不过呢 像海域那段就蛮漂亮 算是有特殊性 大屯山也是 真的还蛮美的 真的有欧洲的感觉 小欧洲 现在很像仙境 阳明山下午通常都会起雾 电视并化比较快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 你等在我们的第三段 掰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